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斯尔周 欢迎继续收看我们今天的特点部队6寸玩具测评 本期是第27期 咱们今天介绍的是老虎力量版本的公爵 以及RAM武装摩托车 好那么公爵的话呢 在老版里面也是有这个老虎的配色的 我们待会的话呢 会进行一个玩具的对比 那么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RAM摩托车的话呢 在老版的时候也是有个出版的 我们待会的话也会进行一个对比 那么这个玩具的话呢 是一个1982年的玩具 咱们之前的话也测评过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公爵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很多粉丝的 这个非常喜欢的一个玩具了 那么首先澄清一点 公爵跟南爵夫人 这完全不是两口子 那么听这个名字有点像啊 那么公爵的话呢 他是什么呢 公爵他是这个GN州部队里面的二把手 那么一哥的话就是这个霍克将军 二把手的话就是公爵 第三把手的话呢是伙食 如果再玩下排的话呢 就第四把手就是这个乔头堡了 但是公爵的话 觉得是这个GN州所有团队里面 站队这个成员心目当中的老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公爵的话呢 他特别喜欢这个身先士卒啊 不是给我冲 而是跟我上 那他是一个前线战地的一个指挥 而像这个霍克将军的话 通常都是在后方进行一个指挥的 在最开始的时候 受在前线指挥 那么后方呢 在之后的一个桥段里面的话 主要都是在后方 而冲在前方的话呢 就是这个公爵 当公爵有事的时候 而是这个火石才会顶上来 好咱们先少计 我们直接看这个玩具啊 好那么玩具的话 峰会是一个非常酷的这么一个 我们这个公爵骑着这么一个武装摩托车啊 这是一个老虎战队 咱们前面已经讲到过 老虎战队的话 就是这个支援者部队里面 这么一个特殊行动小队 那么负责这个丛林战士 那么刚刚击毁了 那个这个克斯坦克 那么正在这个向前 继续这个火力的输入 非常符合这个Duke的话呢 他的这个性格 好这个地方写这个Duke and Rat 武装摩托车 那么上面写了classified series 那么这个是一个为数不多的这个载具 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载具 好这个地方是这个玩具的这么一个实际的一个展示 上面写着Tiger Force 然后我们翻过来 那么后方的话呢 还有啊 后方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玩具的一个实际大小了 然后的话呢 还告诉我们都有哪些内容 那么比如说有这个人物啊 咱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 主要是这个摩托车啊 还有是这么一个不同的一个配色 是他的这个主要的卖点 好了 我们嫌少去 这个的话依然是一个全新未拆啊 我们进行一个拆封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进行一个划开 好的 划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把它拿出来啊 看看里面都有哪些内容呢 首先有一个小盒 这是怎么回事 再往里看吧 然后的话呢 还有这些内容 然后的话呢 没有额外内容了 我看一下 好的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Duke 我们的公爵 还有这个摩托车 真的是非常的酷啊 那么我们之前玩过这个 南京富士那个摩托车 感觉一般的 这个的话呢 这个老虎配色的果然是非常的炸烟 好 这个小盒什么内容 我们打开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把它划开 好了 把货的话呢 我们打开啊 那么应该是一些这个 其他的小布线 我们把它拿出来 待会需要进行一个简单的安装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小的指道 指道的话也是这个密封的指道 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直接把它这样子打开啊 非常有感觉啊 好的 那么 不少内容啊 那么这边的话呢 是 这是一项那个加特林枪 这个加特林枪 这个加特林枪还可以旋转 哎不错 然后我们把它还是给它滑开一下 好了 那么滑开 这个加特林枪的话呢 其实可以拿握于手中 那么也可以让它这个放到五张木头的旁边啊 那么进行一个射击 我们来看一下 前方可以进行一个转动 那么加特林枪的话呢 通常是这个可以这个发射每分钟600发 那么之后的话呢 有这个电应该是这个加上这个马达之后的话呢 每分钟可以达到3000发的这么一个火力的输出啊 通常在这五张直升飞机上 有这么一艇的话呢 基本上你整个前面不管多人都冲不过来了 好的 我们看一看 上方的话 还有这么一个小标志 这个并不是贴纸啊 就是这个Tiger Force 这么一个老虎的这么一个图样在这里 上方可以进行一个拿握 那么也可以把它放在摩托车上啊 那么后方的话 这样子进行拿握设计啊 非常的酷 硬汉必备 好 那么把它放在边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也有这个小配件啊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吧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小背包 那背包上面两边的话 有这个水壶 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公民厂 后方有一个小标 可以放一背后 这是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的一个望远镜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小的作战望远镜 好的 应该有一个小标啊 可是该放在这个 我们看背包有没有地方 如果背包不行的话 在腰带的地方应该也是可以盛放的 一个小的望远镜 可以进行拿握和观察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 然后这个的话呢 是一把小枪 待会的话呢 是可以放在 它的这个枪袋里面的 好的 这是一把小的手枪 然后我们看 把这个放在边上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呢 还有这个小配件 我们需要把它再次划开 那么把它打开看一眼 那么里面的话呢 是一把枪 这把枪的话呢 非常怀孕这个老板 我们看一下老板这把枪 这是绝对是一个 完美的一个致敬啊 是对老板的一个致敬 那么这把枪的话呢 是隶属于这个工具 进行一个使用的 好 我们把它放在边上 非常不错 这边我们打开看看 还有哪些内容呢 这个的话呢 是不是挂子的另外一部分 没错 这其实是挂子的另外一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感觉的话呢 比较简单 那么就是应该 是把这个部分 应该是把这个部分吧 放到里面去啊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小轮子 那么然后到这个地方 进行一个组合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那么待会的话 把这个部分 再跟这个挂子 进行一个连接 好了 我们把这个摩托车 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那么人物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那么这个地方 给它滑开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给它滑开 好了 然后差不多了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我们进行一个滑开 我们看一下 摩托车就可以拿出来了 就像是这样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配色的话 真的是太赞 首先 那么它的塑料的质感的话 非常的舒适 上方没有任何的贴纸 全部都是直接的出厂的 一个印刷 好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老虎的 这么一个嘴型 也像是一个大鲨鱼 但是我们这个tiger force 我们把它看成是个老虎 就可以了 然后上方的话 有这么一个tiger force 这么一个标志 然后后方的话呢 是这个美国的国旗 然后整个的话 通体是一个黄色呀 白色呀 这么一个老虎的一个图样 这个地方有一个 小工具的一个图片 然后上方的话 写这个instrument cover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写这个装备的 这么一个小盖 那么应该是可以 把它打开进行维修啊 等等 前方进行一个顺程的振动 后方的话呢 也是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地方 有这么一个小的一个架子 那么摩托车的话 这样可以把它 平放在这个桌面上 我们来看一下 是没有问题的 就像是这样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 可以进行一个 我们看一看 是可以进行一个转动 那么转动的时候的话呢 是可以联动前方的 这个轮子啊 没错 这个地方的话呢 仿佛是这个刹车片 这么一个小细 也给它做出来了 但是按的话呢 肯定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可以进行个联动 一个盘上的话呢 也是有这么一个 简单的一个小刻画 那么这个地方是可以坐一个人 这个地方的话 有两个小揪啊 那么两个小揪的话呢 是可以把这个武器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就像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么一个武装摩托车了 我们跟老板进行一个对比 老板的话呢 在这里啊 我们看一下的话 跟老板感觉怎么样 这个的话呢 是老板 首先来看 我们大小的话呢 是没得比的 老板的话呢 是这个1比18的比例 而这个新版的话呢 它是一个1比12的这么一个比例啊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个大小对比 那么但是我觉得 基本上的话呢 是有还原 比如说边上这个加斯林枪啊 然后的话呢 这个小轮 小轮的话 其实跟它差不多啊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还原 那么这个地方 有这个排气管 排气管的话 老板也有啊 但是老板的话呢 非常的这个粗糙 而这个新版的话 可以看到 是明显把这根的话 是完全给它做出来了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了 不足的话 比如说像这个老板的话 是有这样的一个小的工具盒 而像新版的话 还有两个啊 而新版的话呢 就是画了这么一个小标志 那么我觉得其实 不应该偷这点懒的 而且老板的话呢 前方是没有任何细节 只有一个贴纸 在这里啊 那么新版的话呢 是有这么一个握手 以及还有这么一个细节的刻画 我觉得是有这个非常大的提升的 如果我们喜欢这个摩托车的话呢 这款绝对是这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嘉评 好了 我们再来展翼 非常的不错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人物了 那么人物的话呢 在这里 那么我们把它拿出来 之前的话呢 我们已经其实已经介绍过这个工具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地方滑开啊 我们从这个地方滑 这样的话就不会伤到我们的小人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给它滑开 这是一个纸质的一个小袋 这个地方的话 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可以拿出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还有一点点 我们再给它滑开啊 那么如此这个稳牢的一个包装 好的 那么小时候的话应该可以拿出来了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Duke把它拿出来看一看 好的 我们把这个稍事收拾一小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还有一个小枪 我们把小枪的话就拿出来 好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话 面相的跟之前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不用太多说 那么身上的话 这是一个老虎服装的配色 我觉得的话呢 是如果是喜欢的话 我应该还是更喜欢之前的那个版本 但是我们知道 作为这个老虎小队的话 没有一个领导就绝对不行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跳伞的一个小的尖证 把它做到 这个地方是一个沟通器 然后我们来往边上来看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应该就是插放我们刚才的这个望眼镜 那么是可以把它放到这里 那么进行一个战队役的一个观察 然后这把小枪的话呢 是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进行一个收纳 在这里 非常的不错 背包我们把它这个背在背后啊 那么背包的话呢 主要是水壶和这个小的工兵场 这把枪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是对老板的一个致敬 我们把它放在手中 那么进行一个射击 就像是这样 好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七步的话 有这个七甲 腿部的话 这个地方有这个小的腿甲 那么可以进行一个转动 可动性的话呢 是非常不错 咱们前面已经反复强调啊 那么像这个头部的 我们看一下 头部的可动啊 前后的一个移动啊 那么腰腹部的一个 看咔咔作响 齿轮这么一个感觉 好 手部的这么一个大回环 然后这个地方呢 应该是增加了一个小可动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可以进行一个向前 和项链这么一个转动 然后一个双动关节啊 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的手表 那这个地方的话 是戴着一个作战手套 其实还是非常的不错 应该是越看越喜欢 尤其这个小裤啊 其实我是非常的喜欢 它这个虎般小裤了 好了 那么我们让它坐在这个摩托车上 我们看是一个什么感觉啊 那么我们把它的话呢 微微的进行一个弯折 那毕竟是刚刚这个出盒 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生硬 好了 尤其是冬天玩玩这个玩具的时候 我们还要稍微的注意点 那避免给它咔嚓一下 就悲剧了 好了 让它这个坐在这里 然后一手拿着枪 那么一手的话呢 可以服卧于这个扶手 扶手的时候 我们可以要稍微的调整一下 但是呢 它的手部都是这种软胶的材质 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们稍微给它作为一场样吧 好 那么就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是非常的喜欢 那么应该说是 如果比起这个南京夫人那款摩托车的话 这款的话呢 我应该是觉得更加的赞的 不管是配色啊 可玩性 就对老板的致敬来讲 那么我觉得都是相当的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可以在上面的话呢 一边看摩托车 一边进行一个双火力输出 上方是小枪 下方的话呢 是夹根枪的一个输出 何人能打 对不对 好 我们这边的层面 谢谢大家 你也在教训国家话 是这个全新的层面 我们现在 see you next tim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